腰身是不是还是有点粗皮调整的 谢谢 老公 你觉得这件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他这么忙自己挑自己拿出去不行吗 那这件呢 老公 还可以 可不可以他说了不算 谁规定新娘买婚纱必须征求新闻的意见 我来店里都三回了 喜欢的就那件 折扣您再低点 我这就买单 我男朋友不在怎么办 没见过女生自己掏腰包吗 要不然今天 我就让您开开眼 你笑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她说的不是你们 这么样玩游戏 跟游戏过吧 她就是拿不定主意才问你 你有没有好好看看她 我说姑娘 婚礼是你自己的 喜欢什么款式 你自己说了算 为什么样子都要问她 老实说 喜欢什么样子 要是我 我选她 要是我 不是 你谁呀 关你什么事啊 老公 我觉得这件黑色真的挺好的 你闭嘴 谁喜欢穿黑的 真乎玩的 爱你 舒小姐 你还没事呢 不用了 我男朋友今天来不了了 这样 你帮我改到明天 明天我们一定来 好的 谢谢啊 不客气 那您请慢走 请客 香港 喂 请问是业内炙手可热 鼠一鼠二 火好不粘人的 男公关唐晨先生吗 老大 这是截至刚刚男性集团 全网的舆情监测数据 正是本人 今天晚上 出了点突发实践 所以要给你请个假 晚上不能回去 这有哪个主子呢 叶老板 他们公司出事了 喂 喂 少编 你在听吗 我在 你能理解我对吧 好歹是同行 我只是 我知道 只是想劝我 不要跟男星合作 你的是合作吗 是加入他们成为男星的一个人体器官 是 他们实力雄厚 有可能解决你眼前的财务危机 那你以后就只能养人鼻息了 这就是你的职业理想 老大 这是监测此次事件的全部内容 我现在有砝码了 这次事件 对他们是危险 对我是机会 如果说我打了满灯 我就增加了跟他们谈判的资格 拖维上下 经营模式和抬头全都不动 还是原先的队伍 你这不怕天天通宵熬夜会猝死啊 我要死了 你不就可以继承我所有的巨额遗产了吗 偷偷告诉你 我的所有密码 都是你的生日 我好感动啊 唐总是想让我继承你欠了三百万贷款的房子吗 所以我在跟你讲我有机会了 我的机会来了 明白吗 不好意思我真的太忙了 当我消息 一会儿啊 我给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您二位呢就冲我 咱们就笑得灿烂一点 咱们这个床地您也看见了 这么多二次 拍出来的效果肯定特别棒 咱们先视像逛一下 是不是特别好 就像头身在这个花海一样 是不是特别好 特别高兴 咱们 咱们 那要是明天再敢爽个月 我就不嫁了 我带您去私奔好不好 我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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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是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什么 没有 叶总 这个微博下面呢 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任何负面的消息了 医院那边呢 也有我们的同事在守着 先封锁消息 再处理造谣的员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叶总 你来我就放心了 大家都认识了吧 唐晨唐总 瑟琳 带着您的公关团队好好配合唐总 所有决定性的事物 都听她的 好的 叶总 我一定全力配合唐总工作 行了 事儿我就交回你了 我先回去了 头疼 放心 既然 既然叶总 把公司的业务全权委托给我 那么现在我需要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 你什么意思啊 一来就把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工作都给否定了 恕我直言 公司发生危机的时候 就是检验一家公司企业价值观的时候 公关部绝对不能靠堵窟窿 掩盖事实 缩头等风过 所有一切上不得台面的做法 都是在向外界证明 南星集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档次的企业 收购合同都还没签呢 唐总就跑到这儿来教训人 你在这个行业混了这么久 不会这点规矩的 我在这个行业这么久 是因为我不混 不好意思 我没有时间教训任何人 说实话啊 请大家传阅一下好吗 请大家传阅一下好吗 虽然我不是这件事情的亲历者 但是我们已经提前做了最新的调查结果 请大家记住 公司的任何一个人 上志总裁 下志保佳阿姨 每一个人的动作 言行朋友圈截图 都有可能使这次危机事件 再次升级 如果大家觉得我说得太繁琐了 那么就请大家记住四个字 把嘴闭上 现在请大家打开手里的文件 这是我们调查的全媒体 数据监测数据报告 医院化验报告 网民态度调查问卷 现在是八点四十六 事件已经发酵了四十二分钟 我们必须尽快发布声明 知道黄金二十四小时吗 那是你们 我一直秉承黄金一小时 甚至越快越好的原则 哥以前纸媒时代还可以 现在人人自媒体时代 过个夜早就凉了 麻烦换个水 谢谢 现在需要做好内部沟通 通知全体员工 不要随意对外发声 如果有任何人问起 同意引导公关部媒体接口人 第一 要跟写长微博的那名顾客 积极沟通 了解其真实诉求 绝对不能要求其 山微博观评论 第二 对已经出院的顾客 要关心其身体状况 安抚好家属情绪 第三 对还在住院治疗的顾客 要全程 成立二十四小时陪务小组 这期间肯定会有记者采访 小组成员要做好配合工作 至于官方声明 至于官方声明 我们要透明公开地 把医院检查报告 和卫监局的调查结果公之一众 不可推卸责任 也不可含无其辞 第四 对于长微博力 当天的米饭吃馊的这句控诉 不能正面应对 应该站在关心消费者的角度 表示企业会严格调查 了解实情 给所有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 而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要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 你们的健康安全 永远是第一药物 永远是第一药物 听说 是不是 有需要的 现在出现大 plays 很刹EP 这样就是 要在第一药物 来 真心一分 微博还有奔索 奔索 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我们大家一晚上的辛苦努力 最新的统计数据 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负面关键词 和正面关键词 与我们男性资本的一个关联程度 这条绿色的线代表原谅 现在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这条蓝色的线呢代表声讨 它现在是一个平稳并趋于下降的一个趋势 这张图呢代表着我们的媒体指数 与上一张表格相同 都处于一个趋于平缓的趋势 所以代表这次的社会反响度还是不错的 然后根据您的要求 我们没有关闭官方的微博评论通道 涉及到的关于满意 原谅 诚恳处理妥当 这些正面的关键词迅速上升 关于差评 不解 愤怒 追责这些 明显下降了 这个是关于全国网民的一个态度调查 然后在广东 江苏 山东这些地方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 负面的也只有五分之一 正面的远远超出 总的来说呢 我们这次事件的处理结果非常及时 而且效果很好 大家辛苦了 谢谢 大家辛苦了 谢谢 谢谢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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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辛苦 回家睡觉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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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这椅子坐得舒服吧 对 这是你的椅子 不好意思 你坐着吧 我现在终于明白 叶总为什么这么喜欢你 不好意思 咖啡喝多了胃不舒服 谢谢 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吗呀 咱们又不是敌人 而且昨晚都是一家人 坤 嗯 你刚才说有电话找我 没有啊 哦 对对对 说了 有急事 您得马上回去一趟 那你不早点说 我错了 我来 快坐坐 我这椅子坐得舒服啊 我这椅子坐得舒服啊 以后常来坐坐啊 以后常来坐坐啊 邵小姐 请问吃的是吗 老样子 好的 稍等 好的 稍等 好 你昨晚发给我的危机公关处理方案 我看了 不错了 但是 你的方案 跟拓维公司 目前采取的措施 基本一样了 啊 公司普遍认为是你泄露给拓维的 也就是你的未婚夫唐晨 我觉得你们要那么愚蠢吧 你要真想帮她 何必要把方案给我呢 我们几次争取跟男性合作 都没争取成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想跟他们合作没那么简单 尤其不能像对待 普通客户一样 远远不够 我再强调一次说明 我需要的不是执行者 而是一个优秀的决策者 请您相信我的能力 我一直在做有关 男性集团的客户分析 你还是没明白我意思 这份升职通知 不仅代表了 你能有更高的职位 更多的薪水 同时也是你人生 走向了分水岭 这么说吧 作为一个好的决策者 必须要懂得杀法决断 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 都不错 辞职 做个幸福的小女人 相互教子 享尽添乱 升职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 改变自己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çраж 哎 哎 真是老了 我我不懂了 砸 赶紧吃饱菜都凉了 饿了吧 嗯 好 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段时间太忙了 没好好陪你 回头咱放个假 咱俩出去度假 喂 喂 嗯 嗯嗯嗯 我知道我知道 我出来一会儿 十分钟 十五分钟 好 咱们进口说 嗯嗯 你怎么不吃啊 我不饿 今天 喂 是已经打过电话了 这样你们先把这些事情 全部把它讨论清楚 然后呢我回来 咱们再对 我二 好好十五 十五分钟 好 服务员 哎 你好 换个杯子 哎 你用我这个 嗯 喂 知道了 知道了 他没跟你说吗 你们 你们不能重复打电话 好吧 好 要不你先忙吧 马上 嗯 对不起 我错了 什么事 你说 我稀耳空挺 那边怎么样 解决了吗 事态平息了吧 早呢 后续还有很多事 需要处理 总之这事就是麻烦 你懂的 我不懂 男星要不是仗着资本雄厚 往死里打压竞争对手 怎么会得罪那么多人呢 唐晨 你真的打算把拓维 交给这么一个怪物 被他囤了 被他囤了 你们最后有可能连骨头渣都不剩 你又来了 我跟你说过 我会努力地争取自主权 咱们说好的 离开公司不谈工作 行 那谈点别的 谈什么 为什么跟我结婚 我说不定 说不定你能不能别闹啊 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忙到我 我知道你忙 这几天一共放了我三次鸽子 九天夜不归宿 今天让我在这儿等了两个小时 你忙 为什么要跟你结婚 我想想啊 我算 其实啊 你也知道 像我们这样两个都是干公关的人 在一起四舍五入 就等于是异地零 可以相互陪对方加班 就是没空谈恋爱 关系没有客户熟 感情没有同事好 甚至吵架可能都赶不上 创意部来的精彩 所以如果两个搞公关的人 如果说 结婚 我甚至好像都看到了 两个人婚后的生活 不藏私房钱 只藏提案 报价 提案 撞车了也不怕 最怕的就是你忙 我先 你出差 我放假 恐怖也就只能 相互分享一下这个 加班心得 防脱心得 不是 你跟我在一起 要做那么大的牺牲 你为什么还往火坑里跳啊 因为这个人是你 因为这个人是你 说不定 我跟你说实话 我已经三十九了 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啊 就是因为我一直相信 一个不等事 这个不等事就是 两个人幸福地过 大过一个人好好过 一个人好好过 大过一个人胡乱地过 一个人胡乱过 大过两个人胡乱过 所以说 如果你一个人过得好好的 千万不要选择结婚 除非 你认为你遇到了一个对的人 这都白了 行吗 算是满分答案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我要升职 升职 这么好的事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害得我在这儿瞎紧张半天 但是有个前提 咱俩得分手 分手 因为公司不能承担 我有可能把商业机密泄露 给你的风险 你不会已经答应了 不答应就得辞职 你们公司是不是疯了呀 一群人认为上次竞标失败 公保私仇啊 辞职吓唬谁啊 回去辞 马上辞 辞了职咱们就结婚 结完婚就生孩子 我养你 别 我养你这词听着挺美好 其实特恐怖 这叫什么话 还恐怖 我负责挣钱养家 你负责想花就花 一毛俩狗 一家三口 这不挺好吗 但能不能反过来 你辞职 我养你 你养我 我在家做家务带孩子 你别逗了你 你认真的 不是 大姐 你能别闹了吗 我真的忙不过来 公司那么多 你一个小时时间 抽不出来吗 你知道我今天收到 那两封信的时候 我什么心情吗 现在已经一个小时 都过了 你就非得今天 把这事说明白吗 说不明白 咱能不能好好吃着饭 然后回公司 把工作做完 找个时间咱俩认证 安安静静地聊这个 大编 大姐 你能不能别闹了 你能不能别在这个结果眼上跟我做 分手吧 你再说一遍 我说分手 不能达成一致那就好聚好散 你一个女孩子有必要这么要强吗 你们公司也是有病 非得在这种事里让你做选择 我看你才有病 男星暴雷几次了 你还让妈咪给他干活 男星聘请了我 我就得把活给他干活啊 你还真是男星养的一条狗啊 是 我是狗 那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连狗粮都吃不起了 大姐 我也不是今天非要逼你辞职 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我听到了 如果咱俩在一起 必须有一个人放弃一切 你 说别的 如果说咱俩有一个人 必须得辞职 那么只能是 因为你是在给别人打工 而我是公司的老板 如果说我们两个人 想生活在一起 结婚 生子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一起 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接受 我们男女性别 和生理上的不公平 对不起 我认为这是 最理智的做法 你觉得 你也知道 我的团队一直在等我 我们晚上 回来等你 我听到会了 我怎么说 好好好 如果有一点 我感觉 你会来 我感觉 如此 后面 只是 我就是 你会来 你会在监督的 谢谢 声音 有点 谢谢老大 干杯 干杯 真厉害的 老大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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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今天得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因为有你们每个人在 所以我才是幸福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咱们再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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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实在 大家太努力了 来来来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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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哎 我觉得此时此刻 咱们还应该 嘞尽老大爷 好吗 好 谢谢老大 无数次地把我们的睡眸都要紧 无数次地纠正了我们的小错误 才让我们收获了客户的好口碑 谢谢我们亲爱的老大 让我们知道什么是 拼摸 团队合作就是什么 大后配交给瑞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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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拿 来 你喝来一个 再喝一个 再喝一个 虽然很开心 但是我是不能再喝 你们继续 因为我等一会儿要 去跟你们未来的老板娘 试验商 那我们大伙就祝老大 事业爱情双丰收 情场 商场 全得意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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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喝 你们喝 来 来 来 好 再喝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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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就过来 唐晨 你是疯了吧 就这么办事吗 什么 我听不清楚说他非好 等着打官司吧 拓围公关 为南兴资本事务驻动事件 肯定的调查报告 明确指出 涉事门店存在卫生问题 重大 重大 重围肯定完了 包得好 以后南兴资本事务驻动事件 找闭了才好 现在大公司出事 全靠公关系来 唐总有这么新人年 我现在连公款都没有了 我们公司的资料 不会以为嫌疑了吧 唐晨 老板新闻怎么回事 怎么搞的 郭唐 工作群消息怎么会被人发出来 你们怎么这么不专业 这次我们造成的遗产 你得全身赔钱 老板都做得赔钱吧 好好做 搞砸了哪你是为 太短了 你们选择熟税 赔钱 我怕秤 老板 别动 别动 感觉怎么样 医生说了 你这几天熬得太狠了 所以是过度疲劳 导致脑供血不足 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你 干吗呀 我刷鸡呢 什么 刷鸡 我刷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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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干什么 先拿掉 这个不能拿 别别 先走 别 别 老大 不不不 我去找路 你找路 走 这 大马路 真是对我 来 老大 走走走 别急 别带保余 不好意思 我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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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我来处理 上 上 老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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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叶总 叶总 你相信我 这不是我干的吗 不是我干的 我要跟你谈谈 不是这个 当务之急是怎么解决 是 我明白 我明白 当然 是谁写的秘密 我一定会查 对 我也在想 我也在想 到底是谁干的 我也会查 听着 这事如果解决得好 收购的事咱们还可以谈 否则 十个汤尘也承担不了 这个责任 我明白 我明白 行 叶总 我就一点 麻烦你一定 多给我点时间 给我点时间行吗 二十四小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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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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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吗 我已经自己来试过三次了 这一次 终于你也在了 对不起 这段时间 实在太忙了 没关系 以后就不忙了 什么意思 我知道从昨天到今天 你很不好过 手机一直关机 肯定是急着在找那个陷害你的人 那你知道 这个人是谁吗 知道 知道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信你 我不信你 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 就想问你一句 你愿意娶我吗 说不定你疯了吗 我怎么信任你 我怎么相信你 我把我所有的密码都告诉你 你不害我 作词不准确 我只是曝光了真相 真相 什么是真相 你知道什么是真相 说不定你不要正义里来的跟我说句话 好吧 你在异讯这么多年 难道你手脚就比我干净吗 什么是真相 真相是那家门店 我们已经派人调查过了 它只是一个个例 我们开除了经理和所有的负责人 现在闭店自我检查 解决卫生问题 等解决好了 就可以重新开业了 这就是真相 说不定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跟我什么仇 什么恨你要这么做 你要这么毁我 要这么害我 为什么 可能是走你那句 如果必须有人辞职 只能是我开始的 就为这句话 就为了这句话 你就回我的公司 随便你这么想 从今天以后 你的客户我来接手 你的人脉和资源都转到我这儿 你的员工 我一定会妥善安置 妥善个屁 我告诉你 我的人一个人都不会跟你走 结婚后 我养你 弥补你 履行一个妻子的责任 你闭嘴吧 你还欺负 我求你了 别侮辱这两个字 别侮辱这个词好吗 谁敢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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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娶你这种人 说明你是不是疯了 你是不是神经病 你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你 说完了吗 没有 说不完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养你这三个字 真的不能乱说 太恐怖了 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吗 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 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 你要这么对我 难道就为了你这份工作 为了你这份工作 害我毁我 说不定我求你了 告诉你为什么 告诉我为什么 不说什么 那我打电话报警 我让警察来抓你信吗 我现在就报 别费劲了 我说的都是真相 捅出去了对你没有一丝好处 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不是吗 说明你太可怕了 你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这些人属于一丝好 没事 不 我请你发现 我们来估计 你说这些人 是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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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些女人 是哪些人 对我 是哪些人 来 你 żeby你告诉我 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好吗 不为什么 我就是心狠熟达 我就想问你一句 愿意接受这样的我吗 你还愿意娶我吗 你还愿意我意思 如果你还愿意 你还愿意 你还愿意 跟你说 你还愿意 我还愿意 你自己要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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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 cyng su wilderness ———— ———— —————— 还笑啊你 怎么着啊 有没有会儿啊 有水吗 来 不是 你这是不能缓呀 还是你不想缓呀 我作为一个局外人 按理说呢 我不应该表达任何意见 但是理确 这事放我身上了 我也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这是你专业呀 这不叫什么危机公关吗 他就真的没招了吗 算是已经造成了 视频是从我的财务发出去的 那怎么办 你说你这公司 弄到今天这规模多不容易 你想想你当年吃的那些苦啊 你不能说这么着就算了 这太多了 你不是少说我啊 你还不是我说我 那媳妇孩子都跑了 你怎么比我更窝囊 你懂什么呀 那是因为我跟陈阳之间 对吧 我们俩之间横跟着一条 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在哪 对吧 你说你单身汉 你结婚了吗 你有孩子吗你 你知道现在养一孩子多难吗 我那报社对吧 你也了解 不光是看不到前景 而且我们还在不断地跟这个 社会上它负面的这个力量 在做斗争 你现实就是 钱的就是爸爸 儿子 又生小 对吧 花这些钱 我真的不知道 上哪儿给他弄去 行行行行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你不要惨 咱俩不必惨啊 你惨你惨你惨你厉害 同是天涯伦伦的 不是啊 嗯 我一直以为我挺了解他的 任何我们两人都说 他是女版的我 我是男版的他 我们俩延长马上就要结婚了 怎么就成这样 你就想想啊 我们跟月亮相处了四十五一年了 我们只能看到她的一面 就能看到她的一面了 我们完成她的 秋才如此 仍何以干了 但是你放心啊 当年地下室你跟我住了三年 咱现在上楼了 我不会让你流浪街头的 有我一口饭吃 绝对饿不了你 你不是从她嘴里边 问不出来为什么害你吗 我就不信警察撬不开她的嘴 呦呦零 干什么呀你 你干什么呀你 我干你干不了的事 用着你吗 那警察同志挺忙的 哪有闲工人管你这事 你瞎给人添什么麻烦你 不是你不是就想知道 她为什么她这么着害你们了 老沙她是说兵 是说兵又怎么了 她是我未婚妻 法律上她没罪 道德上她没错 感情上呢 感情上她这么做 她对得起你吗 好 告诉你啊 两条路 要不然给她打电话问清楚 要不然你报警 这德行 我给你拿点衣服去啊 李姆 你们来 听说吗 什么呀 拓威那边破产了 肯定跟母腾罗拐了关系 拓威老总不是跟她那个 呵呵 那边破产了 这边就该生生了 噓 噓 不可怕吧 瞧着不 最后不哆嗦 来 大家把手上的工作放一下 我宣布一件事情 Jan 来到益讯七年了 一直都是工作积极 业绩出色 进公司高层研究决定 即日起升任她为 公司的SAD 高级客户总监 希望Jan再接再厉 带领大家为公司 创造更辉煌的业绩 我一定全力以赴 加油 我说对了吧 你说说从来就没错过 嗯 对 你会这样的意思吗 嗯 你会这样的意思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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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核对一下啊 那就给您拿十七万啊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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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吧 这是老大所有的钱了 拿得出来的 拿不出来的 都在这儿了 老大把表都给卖了 咱们跟老大这么多年 都是自己人 咱们跟老大这么多年 别嫌傻 孔儿 你帮我们跟老大说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他去药 我们随时会来 对 对 随时会来 我们愿意跟着老大 东山再起 谢谢大家 好 好 I did not forget I don't know Is this a chance For something new A place to wonder A home to be loved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你忙了 长身殆尽 怎么删了 分手了 跟别人跑了 死了 那您接 哥 我跟您说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更不要心急 因为接下来 生活还会揍你 假如哪天生活不欺骗你 作为成年 咱们得学会自己骗自己 什么是成年 就是晚上可以矫情 但是白天 必须得拼命 您说是吧 喂 我说 我现在是 咱们想什么 我现在就说 他有被咱们 不得了 就要钱 这些捋述 就要不要 你这些捞述 我们的自助手 还买来 咱们两个 不得听我去吗 他这个数据我们已经合算过了 你在哪儿 我要见你 你先跟我解释解释 你先跟我解释解释 之前是谁千方百计 不让我跟男星合作 然后现在自己 又主动送上儿去吗 唐晨 我跟你在一起三年了 你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我 夏饼 可以啊 我真是想瞧你了 想客户直说吗 不就是客户吗 何必这么大费周折呢 玩大了 真的玩大了 都跟我玩到谈婚乱嫁了 不就是一个客户吗 直接说早说我让给你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我唐晨唐来让你踩 妈够了吗 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的话我挂了 你别扯这也没用了 你告诉我在哪儿我见你 是 以后别来找我了 各走各路 还有 别再问为什么 有这闲工夫在这耽误时间 不如想想自己下顿饭吃什么 你怎么办 挂我电话 他凭着不挂我电话 他有什么资格挂我电话 他这是找死 怎么着 这就是起死回生了 你别看了 我没看 好硬 好了 那我说了啊 我最喜欢的三部电影是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天堂电影院海上 钢琴师 不会吧 这也太神了吧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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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写一个 好 那你说 我想想啊 最喜欢的颜色 傻不傻 好了 好了 三二一 灰色 灰色 你也太向我了吧 真的 这么冷门的颜色 咱俩都能 你为什么喜欢灰色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 不都是黑白分明事啊 乐有道的 你为什么喜欢灰色啊 我呀 嗯 因为 因为你啊 因为你穿灰色的衣服最美的 你最漂亮 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穿的就是灰色的 你还记得吗 一定是你笑的时候 不是 你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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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你 你太大了 你别听闹人 人家窜天 你气 再来 再来 再来一个 你说 你去哪儿啊 谢谢你 醒了 这那儿啊 你他妈找能来了是不是 你他妈还酒驾 你怎么撞死你自己呢 待会儿回家 等会儿再回吧你 你这属于酒驾 但由于是出犯 三扣驾照六个月 并处罚金一千元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我把车达到车达到 车达到车达到 喂 喂 舒总 这几天可给我累坏了 我四处打听 拖人拖关系的 总算是问到了 原来是进橘子了 怎么回事啊 修饰酒驾 被处罚了 行 我知道了 行 嫂儿 来 嫂儿 过来吧 来了 怎么了 你也觉得我做得有点过分是吗 无论我有什么理由 他都不会原谅我 对吗 这张卡里有二十万 你觉得 他会收心吗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他宁可饿肚子 他也不愿意求我 这点你知道了吧 唐真 对不起 我这辈子没法跟你白头偕老了 我做的事我就不后悔了 谁让你贪上这样的女朋友 算你倒霉吧 以后照顾好自己 我相信凭你的本事 早晚能重整既鼓 重见河山 我只能往前走 没法回头 对不起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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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